神之禮聚在一塊 天啊他要把濃縮奶油粉碎 神聖的銀叉 使用鵝毛筆給濃縮咖啡講話 點了 還有這近乎完美的球體跟濃縮咖啡的香氣 天家相骨英雄們的神秘力量製成的第一顆糖果誕生了 濃縮咖啡餅乾 你還在研究室啊 不眠不休的在研究啊 這咖啡色的糖果 難道是 實驗看來是成功了 我開發出一種可注入靈魂果醬力量的新型糖果 濃縮咖啡餅乾真是太厲害了 其他餅乾也知道這件事嗎 其他餅乾還不知道 我正打算要去報告濃縮奶油餅乾這件事 你要和我一起去嗎 你說的是真的嗎 你研究出可以注入靈魂果醬力量的糖果 你研究出可以注入靈魂果醬力量的糖果 我早就過來了 清除靈魂果醬的研究已經成功了 那三個靈魂果醬都還好好的吧 靈魂果醬都完好流出 沒有碎裂或一絲裂痕 我只有提取一小部分的力量來做研究 所以味道跟香氣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這個新製作出的糖果要叫什麼呢 外表是甜甜的糖果 而裡面蘊含的是英雄們強大的力量 也就是上古的神秘魔法 就叫它魔法糖吧 魔法糖 這名字好念又好記 哈哈 這名字不錯 我得拿去給各位元老們看看才行 濃縮咖啡餅乾 真是辛苦你了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 這份天大的禮物將造福眾多餅乾們 說不定 這也代表著我們鮮奶油共和國 即將迎接全新的時代 請大家看這裡 這是濃縮咖啡餅乾 用靈魂果醬的力量製成的新糖果 它叫做魔法糖 什麼 那個又圓又小的糖果裡頭 裝置靈魂果醬的力量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一般糖果承受不住靈魂果醬釋放出的能量 一下子就會碎掉 但加入濃縮咖啡餅乾之後 使力量達到均衡 如此完美的糖果就誕生了 我想親眼看看它神秘又強大的力量 你能在這裡為我們展示嗎 濃縮咖啡餅乾 你使用一次魔法糖給大家看吧 啊 太驚人了 整個空間瀰漫著濃烈的氣味 綿密滑順的黃金泡沫就猶如一件藝術品 嗯 這揮之不去的口感跟餘育 沒想到魔法也能帶來這種感受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希望能將靈魂果醬的力量 分給更多的餅乾 這部分進行的怎麼樣 濃縮咖啡餅乾知道魔法糖的食譜 很快就能做出更多魔法糖的 很快就能做出更多魔法糖的 想必共和國很快就能登上財富的巔峰了 魔法糖食譜我的天 不過在這之前有件事必須先處理才行 這段時間一直處心機率想偷走靈魂果醬的餅乾們 我所說的也就是那些白色面具的餅乾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他們和共和國的關係匪淺 說不定某些元老們與他們有交情 背地裡傳遞情報給他們 哎呀 為什麼老師要跟我們提到他們呢 你這番話是在懷疑我們幾個元老們嗎 難道你就不是元老嗎 只把矛頭指向我們也太虛偽了吧 各位在議會聽爭吵 這樣成何體統 神都在注視著大家呀 然後發誓千人書就變身 然後變成千人書餅乾 然後拿著叉子一直噗噗噗噗噗噗 沒事 哈哈哈哈 我保證我以後會做好保安工作 妥善保管靈魂果醬跟魔法糖的 然後儘快把靈魂果醬的力量分給其他餅乾 因為我們要對抗的是至今為止最大的敵人 暗黑魔女餅乾 今天的議會就到這裡結束吧 為了慶祝成功研究出魔法糖 我們特地準備了茶點 還請各位慢慢享用 哈哈哈哈哈不知道是不是魔法糖的關係 大家都一點洗滋滋的 洗滋滋 跟著一起念洗滋滋 哈哈哈哈 元老們全部都在看我 我的光芒果然是到哪都擋不住 當然會受到大家的矚目啦 洗滋滋 哈哈哈哈 結果她說她不會去參加宴會 要馬上趕回研究室 這樣啊 真可惜 看來我得另外找個時間問她了 那我先走了 再見 馬格連餅乾 你好啊 哈哈哈哈 藝術元老沙布列餅乾 你有話要跟我說嗎 濃縮咖啡餅乾在哪呢 我想再仔細看一下魔法糖 平常老是看到你們走在一塊兒 還以為你們現在也在一起 啊哈哈哈哈 原來啊 濃縮咖啡餅乾剛才離開了議會廳 哎呀 真可惜 只好下次再請她給我看了 嗯 怎麼大家都只找濃縮咖啡餅乾 我這帥氣的臉龐 陽光的笑容 還有耀眼的光環 都沒有什麼用處了嗎 沒用處了 也對 濃縮咖啡餅乾做出的可是魔法糖 而我有的 只是一件隨風飄揚的披風 馬格連餅乾 馬格連餅乾 又來了 濃縮咖啡餅乾 已經回去研究室了 啊不是啦 你也一起來吃這裡的食物吧 這裡有好多好吃的東西 美食就是要一起分享才好吃啊 哈哈哈哈 這樣啊 好啊 那就一起吃吧 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逛夜市了 既然已經研究出魔法糖了 我們使劫團的任務也快結束了吧 嗯 逛了幾次這裡 現在還真有點習慣了呢 你捨不得嗎 我怎麼可能會捨不得 我想快點回去見黑河河北乾陛下 跟我的夥伴們 趕快回到狂風暴雪中的雪山上 像以前一樣刻苦受訓 一直待在這裡 老是覺得自己變得越來越甜 這樣下去可就糟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來 有沒有朋友想上去看看的呀 上去後能將一望無際的巧克力泥巴美景 盡收眼底 機會難得 別錯過了 哎 那邊大塊頭餅乾跟小塊頭餅乾 特別給你們優惠票價 像今天這麼好的天氣 就到瞭望台上度過悠閒愉快的時間吧 給我兩張票吧 哈哈哈哈 謝謝啦 跳在這裡 咦 那位客人帶著灰狼啊 不好意思 瞭望台禁止攜帶動物入場哦 他是我的朋友好嗎 他甚至還沒有帶嘴套 你把他綁在這裡吧 你說什麼 我看該被綁的是你吧 哈哈哈哈 算了走吧 我們去買點好吃的來吃吧 嗯 你不是想上去瞭望台看看吧 我本來就不怎麼喜歡高的地方 哇開天啊 開始傲昭了 我的天 哇我的天 共和國今天也很寧靜和諧 餅乾們愉快的互相問候 朝夕十足的工作 難以想下 欲安黑魔女餅乾的戰爭 即將來臨 要守護住這些餅乾 我們得加快研究魔法堂的速度才行 執政官大人 執政官大人 我有事相求 什麼事 你直接說吧 請允許我去追查戴白色面具的餅乾嗎 雖然他們之中有餅乾被護衛隊抓走 但目前還沒有查出他們的身份和目的 我一定要揪出那些讓共和國陷入不安與恐懼的傢伙 那好吧 以後有關白色面具餅乾的事就交給你了 你務必要查清楚他們的內容 我會竭盡全力去做 並來選餅乾的靈魂石 然後上面寫MAX OMG 我來打燈 你儘管逃吧 你別生氣了 再也不會手下留情了 我來打燈 你儘管逃吧 感覺他難度好像有下降 有吧 太好了 等一下哦 我現在究竟是要先去點卡士宅宅還是 先打先點吧 在身為我們家族一員的你當執執政官的時候 卡士達家族要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香草王國的時候 我的兄弟甚至當上了王國的總理 雖然我靠著天生的政治手腕 登上了備受敬仰的元老位置 但我卻不太滿意 我們家族不該只是九大元老之一 應該要成為唯一的強者才是 如今 我們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的成為最強大的家族了 我們可是持有魔法糖的那一方啊 怎麼卡士達餅乾他腦子裡面都是政治手腕啊 你說說看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使用魔法糖啊 暗黑魔女餅乾無事單單想要征服天下 雖然有許多餅乾們願意挺身對抗他 但這並不是我們希望的 所以我們共和國必須強化足以與敵人抗衡的力量 可能需要部署聖騎士以外的全新兵力 好主意 立刻著手籌備吧 過程中就算花費大筆錢幣也無所謂 要是需要大量秉立也沒問題 家族會給予你支援的 有時候即使需要犧牲些什麼 那也在所難免 家族會看護你的 這次你必須全新投入 創造出最好的結果 我現在應該是要先點魔法研究室吧 濃縮咖啡餅乾 你還在研究室啊 你已經好一段時間都沒有睡覺了 還以為你在休息呢 我是在休息啊 被研究搞得頭昏腦罩 當然也得靠研究來紓解了 還有比這更好的放鬆方式嗎 我懂你的意思 你在做其他魔法堂嗎 是的 我用同樣的方式 試著做了幾個添加濃縮咖啡的糖果 還要確認除了我以外 其他餅乾使用起來有沒有問題 但要找到實驗對象 好像有點困難 嗯 這裡不就有了嗎 啊 我說的是 願意參加實驗的餅乾 哇 終於可以使用看看魔法堂了 好興奮喔 我會盡全力配合現的 還是覺得有點負擔 不過謝謝了 那就來試試這個魔法堂吧 我們再把紀念塔這兩個打完 再點一下這個 再也不會手下留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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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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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正義 我們就是正義 哇 怎麼那麼多個戰鬥啊 我來打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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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留情了 我來打燈 我下留情了 在這邊 我來打燈 我可以打燈 我的光是不會熄滅的 我的光是不會熄滅的 我建議換血鬼的 我的光是不會熄滅的 我建議換血鬼 你尽管逃吧 我来打灯 你尽管逃吧 再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我来打灯 很完美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个就是浓缩咖啡饼干的魔法糖 真的好精透又圆润 闪着深咖啡色的光泽 快使用它吧 是 嘴里突然感到一股苦味 太苦了 口到流血泪了 我感觉眼睛豁然一亮 面团也蓬蓬乱跳 这种感觉就好像喝完五罐能量一亮后 且落尾的时候 不管什么都只管吩咐我 看来副作用还挺严重的 加入浓缩咖啡的魔法糖 似乎是对我产生效果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魔法糖必须按照饼干的特性 放入适合的材料 对我来说 浓缩咖啡就是极其珍贵的材料 魔法糖可以和我的灵魂相互产生共鸣 不过饼干数量庞大 怎么可能找得到那些材料啊 更何况 战争已迫在眉睫 你说的没错 但要是材料使用不到 有可能会对饼干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副作用 哇 嘴里越来越苦 水 快给我水 我好像可以一个礼拜都不用睡觉 看到了吧 嗯 看来得想办法找到新的对策才行 好喔 小甜点喔 我的天 很棒喔 很棒喔 小甜点是不是 小甜点 好 很棒 请让我们可里路家族 有着更自荣的内线 还有让我们赚取更多的钱币 更多的钱币 我的天 只要你能为我们家族带来幸福 我一辈子卡在凹凸不平的模具里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从刚才就一直觉得心烦意乱的 祷告完觉得好多了 灵魂果酱 魔法糖 那些东西算什么 不就是能让卡士达家族称心如意的东西吗 光想到卡士达饼干 跟浓缩奶油饼干满面油光的样子 我就一肚子活 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踩一脚 自以为是的牡蛎饼干 哎 这么多压力 还我的表皮都变酥了 这个世界 会是谁来教堂啊 原来你在这 原来你在这 我今天来着是有事要跟你说 已经有饼干知道了 我们之间有关系的事 这件事一旦传开的话 你们家族就完蛋了 那我先告辞了 我的天 太惊烈 太惊人了吧 什么 什么 这件事 怎么会被其他饼干知道呢 你快点说清楚 哎 哎 站住 我叫你说清楚 走了 事情要是被揭穿的话 那我们家族 就真的彻底完了 pos 什么 干的话 那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第一天完成 嗯 不忙 你说吧 不管你有没有在忙 我都打算要跟你说 现在该把灵魂果降还来了吧 既然都已经有魔法糖了 那我们应该可以收回灵魂果降了吧 很抱歉 现在才告诉你们 可以让我再研究一下灵魂果降吗 什么 你这家伙 我就知道你在耍什么诡计 不是的 我们发现一个缺点 那就是目前制作出来的魔法糖 只有浓缩咖啡饼干才能使用 对其他饼干而言 只不过是一颗苦涩的咖啡糖果罢了 我们的目的不就是希望让更多的饼干共享力量吗 所以只好继续研究灵魂果降 会发生这种情况 也是迫不得已的 你还需要多久时间 我不会要求太长的时间 我答应你们 这次会和最优秀的研究员们一起使用装置 抓紧时间 加快研究 也没饼干 你过来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才好 我们的目标的确是为了让更多饼干获得力量 现在拿回灵魂果降的话 那这个目标就不可能会实现了 英雄饼干们也不会希望是这种结果 我现在对这边的剧情其实有一个疑惑 我这边稍微爆一下好了 应该没差吧 应该第二天大部分都看过了吧 他们那时候不是应该是要问浓缩奶油饼干 问夏春的事情 可是他们却忘记这一点去问 所以这个剧情上面有点小小的漏洞 当初他们不是有讲说 其实夏春是共和国也是共和国的东西 可是他们的范围都是在整块在上面 并没有提到夏春 他们不是说到时候遇到浓缩奶油 会好好的问他这件事情吗 我记得有吧 然后就 咛咛不见了 哈哈 完全没错 为了 果然 我的假设又再次获得验证 如果不是添加与灵魂共鸣的材料 就会出现副作用 或是当下直接破掉 就算把砂糖炼制的再硬也没有用 那把砂糖换掉呢 要比砂糖还要坚硬 表面还要光滑 形状也要是圆的 珍珠呢 珍珠质地温润 表面也十分光滑 而且比糖果跟饼干都来得坚硬 但珍珠不是很贵吗 实验下来需要用到很大的量 而且珍珠本身也很难找得到 应该不会很难的 看来执政官真的是有钱饼 有钱饼 不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好办法 我们去找珍珠吧 抠牡蠣 牡蠣宅院抠起来 抠印牡蠣饼干 执政官你好 收到通知后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大人就在里面请往这里走 欢迎 你应该成天有事要忙 怎么会跑来转呢 难道是上次喝的茶让你念念不忘吗 嗯 自从喝到上次用贝壳泡的茶之后 老是想要再喝 今天如果也能来一杯的话 那就太好了 想喝多少都可以 别客气 请帮我们泡两杯茶来 知道了 传令兵已经出去了 你今天来这儿是有什么要事吗 其实 我是想跟你聊聊有关魔法糖的事 浓缩咖啡饼干 虽然成功研究出魔法糖 但条件却有所限制 放入的材料 必须能于使用饼干的灵魂 产生共鸣才行 我想了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 用珍珠来试试看 牡蛎家族的珍珠 比任何一个饼干都来得坚硬 且圆而无缺 加上它还能稳定 灵魂果酱浮动不安的能量 所以 我想在珍珠里 加入灵魂果酱的力量 来制作糖果 名字就叫做珍珠糖 珍珠与糖果的结合 光用想的就觉得好美 这件事需要你的帮助 你是否允许我 使用牡蛎家族的珍珠呢 珍珠的确是很优秀的材料 我们家族的珍珠 是特别从遥远的蓝色大海中采绝来的 因此也更加珍贵 珍珠糖要是制作成功的话 想必对你有很多益处吧 但我能得到什么呢 我们家族本来就是生意人出身 想的当然也是利润关系了 如果真的制作出珍珠糖的话 一定会先给牡蛎家族的士兵使用 拥有上古英雄们的力量后 一定能让他们脱胎换骨 成为最强的珍珠军队 你们家族的军力 一定能就此押到其他八个家族 币机缘消失了 我唯一希望的 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就算和周围王国相比 也毫不逊色 也毫不逊色 充满自由又强悍的共和国 我们还产饼干 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已久 却被半路杀出的烘焙甜点饼干 夺走全室 这一直让我们很难以释怀 这个计划 说不定能成为力量阵营 有所变化的契机 光是想到那些涂满高级奶油 油光满面的脸孔 一个个变质 我就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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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只要能让我看见那样有趣的场面 我当然欣然接受合作 你需要多少牡蛎家族的珍珠和士兵 都没有问题 谢谢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每个都是心怀鬼胎啊 每一个都好原谅哦 看起来应该是珍珠中的极品啊 珍珠通通拿去用 加入灵魂果酱的力量后 试着做珍珠糖来看看吧 浓缩咖啡饼干 你可以吗 你愿意用这个来实验吗 浓缩奶油饼干 这个我应该办不到 什么开始了 魔法堂的制作公式 是必须加入能与使用者的灵魂 产生共鸣的材料 你难道不知道共和国现在的处境吗 暗黑魔女饼干的下一个目标 说不定就是我们 扣音暗黑魔女饼干 现在不是把时间花在找材料的时候了 我不希望我制作出的魔法堂 会带给饼干们危害 浓缩咖啡饼干 这是执政官对你下达的命令 我的天 命令 本本的感觉各位 快 快 会师们准备了 浓缩咖啡饼干 这是执政官对你下达的命令 浓缩咖啡饼干 这是执政官对你下达的命令 浓缩咖啡饼干 然后浓缩咖啡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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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请你立刻制作珍珠糖 我办不到 这可是堵上我的名义执行的研究 我无法容许自己的研究有任何闪失 那也没办法了 既然我说服不了如此顽固的饼干 浓缩咖啡饼干 你所参与的研究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付出 请你退出这次的研究 还有各位研究员伙伴 请大家赶紧着手开发珍珠糖 我的天 我看着你还没这样 我猜你真的到这儿了 我看着你 你为啷了 你正好 你没听到过 我看着你 我说不过 我去试试 我看你 你不听到妳 我闻到这儿了 你是否 我判一了 我居然被研究是炒魷魚了 不敢相信 瑪德蓮餅乾 還能做什麼呢 瑪德蓮餅乾 最失憶的時候就是需要來個瑪德蓮了我的天 還有highlight起來 沒錯 研究進行得怎麼樣了 活力魔法研究室好像已經開始投入珍珠糖的製作了 經濟員撈餅乾也答應提供珍珠上的援助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這支餅乾 那些昂貴的珍珠嗎 濃縮奶油餅乾 果然敢做敢為呀 起魔法堂後 接著是珍珠糖 打算用靈魂果醬 做到什麼地步 靈魂果醬 現在保管在研究室對吧 是的 靈魂果醬 蘊含著上古英雄強大的力量 當然要竭盡所能的嘗試才行 絕不能再讓他落入白色面具集團之手 當然也不能洩漏出去 士兵們 從現在開始 全面封鎖研究室 還有包圍研究室四周 禁止讓非研究員的餅乾接近一步 現在起 靈魂果醬 就由我們卡士達家族來管理 他真的已經開始消消了 天 我的天 好運連連 現在是卡士達家族的大喜事啊 我的天 剛烤好的植子餅乾 剛烤好的植子餅乾 你的植子餅乾現在正在 正在 正在 王國 做其他的事情 好 繼續 Southeast 好運 阿 阿 隊伍 帥子都是 稍 稍 關 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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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士達生士餅乾 稍 馬仕達 我是不是打擾到你祷告了呀 没有的 发誓千层酥饼干 你在祷告什么呢 我正在请求神的中共 希望能找到守护共和国安全与和平的方法 非难学饼干 你不管做什么事 总是尽心尽力呀 有时候看到你 心里就会感到一阵酸 很久以前 还很小的你 总是独自一个饼鞍在这里祷告 那时候的你 脸上经常带着爱上 每当我看到你那小小的背影 我就经常这么想 要是我能给你一些安慰就好了 发誓千层酥饼干 以后你的饼声道路也会充满苦难 但身为饼干 本来就是不断思考和陷入烦恼 加上你还是圣骑士和护卫骑士的身份 更会感到身负重任 如果你想要谈心的话 都可以来找我 就把我当作家人一样 知道吗 谢谢你 发誓千层酥饼干 哦 我需要帮助你 其实我个人 真棒 我已经阻断研究室的水路 也解除了魔法保安装置 做出这么冲动的行为 我自己也难以置信 难道是喝了太多咖啡的关系吗 我实在无法就这样 把灵魂果酱交给他们 这有损我身为一名研究员的自尊 是谁在那里 有入侵者 灵魂果酱被带走了 怎么会有卡士达家族的士兵 抓住他 糟了 得快点离开研究室才行 我应该要避免你 我相信你可能会有什么事 我应该要避免你 那些也不不可以 我应该要避免你 你不应该要不要 我应该是这样 我的天上 我应该要避免你 我应该要把你带来 - 哇!這是奴獸咖啡餅乾新的圖欸 哇!好帥!好帥!帥到出汁了我的天 哇!你看這個新的畫法 這個新的線條我的天 帥爆了我的天 哇!排出來了我的天 到底在說什麼呀 在那裡!快抓住他! 他們是誰啊 是卡士達家族的士兵 看來卡士達餅乾打算把靈魂果醬占為己有 我絕不能讓靈魂果醬被奪走 我絕不能讓靈魂 濃縮咖啡餅乾 我們一起走吧 抓住他 千萬不能放過他 哇!士兵好像越來越多了呀 他們迎面過來了 後面也是 呃!慘了!我們無路可逃了 我們被層層包圍了 沒辦法 只好遷就魔法堂的力量 好強啊 終於擊倒他們了 哇!太厲害了 濃縮咖啡餅乾 三兩下就激盪了所有士兵 原來那就是魔法堂的威力啊 靈魂果醬的力量果然強大 太厲害了 現在還不能鬆懈 卡士達餅乾 是一個為了全力而不擇手段的餅乾 而且不是普通的固體 肯定會繼續攻擊我們的 我們躲到他們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吧 濃縮咖啡餅乾 你來帶路 我們去夏村吧 往這裡走 哇!夏村帶靈魂果醬 哇!劇情超展開 天啊 這個配音員非常的熟悉啊 這個配音員的名字叫什麼呢 我只知道我把Overwatch它是閃光的配音員 很多卡通也有它配音 我才忘記了 是啊 我這件披風怎麼樣啊 還喜歡嗎 你這披風飄的可帥氣了 要不要來個肺羽果凍拍啊 這可是用羨補的肺羽果凍做的喔 保證吃得到大海的鮮甜喔 沒想到我竟然買了 牆上怎麼貼了新的懸賞通緝海報啊 這不是 濃縮咖啡餅乾嗎 這一定不是它了 等等 這真的是它 呃 你老婆被抓啦 快救它啦 讓我給我看 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兩個 偉大的滴射啊 完蛋了 我們要被前後夾攻了 巷子又這麼窄 根本無路可逃了 糟了 餅乾們的間距太近了 要是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魔法堂 一定會傷到大家 死路一條啦 快把靈魂果醬交出來 真的完蛋了嗎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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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 烏鴉 那是黑葡萄干餅乾的烏鴉 靈魂果醬就先交給烏鴉們保管吧 什麼 從哪裡爆出來的烏鴉 快追那些烏鴉 趁這個機會快跑 我們往巧克力泥巴陣走吧 正常的烏鴉 نعم 黑葡萄干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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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 快加入我们吧 你什么时候来购俄国的呀 吓了我一跳呢 其实是纯香草饼干请托我 要我来保护你们跟灵魂果酱的安危 所以我一直偷偷跟在你们后面 不过灵魂果酱被那些乌鸦带走 不会有问题吗 哼 不用担心 他们是和我一起奋战过的老将们 他们会把灵魂果酱藏到安全的地方 之后再带给我们 大家快跑 卡士达饼干的士兵们还紧追在后啊 还在饼干在那里 看来得拜托他一下了 浓缩咖啡饼干 你还记得上次约好说要来找我啊 哈哈哈哈哈哈 自然来找了可是剧情不一样啊 这里有没有藏身处可以稍微躲避一下 哦 你是说像小时候一样玩你追我躲的游戏吗 早说嘛 他们应该就躲在这里 仔细搜 哦 原来是来真的 就躲在海苔碎片帐篷后面吧 又大又黑的海苔碎片可以遮住你们的 好像不在这边去搜其他地方吧 哇 看来没有发现我们 接下来 魔法堂优先洗鬼啊 我想应该先联系香草王国里的英雄们 我们有义务让他们知道现在的情况 说不定也只有他们才能解决 我还有其他的乌鸦 我们写信后让乌鸦去送信给他们呢 乌鸦送信过去还有一些时间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那里有饼干的声音 他们躲在海苔碎片帐篷里面 啊 被发现了 啊 怎么办 该换我出场了 帅气爆发 你们有什么事吗 哎 圣骑士马德连饼干 你怎么会在这种肮脏的地方呢 哈哈哈哈 我来这散步啊 而且我本来就喜欢有海的地方啊 这样啊 景色宜人的海边到处都有 何必要来这里 这里才叫真的海边嘛 双脚陷进泥巴里的感觉 久了也很习惯 哈哈哈哈 嗯 知道了 我们还有事要忙 先告辞了 看来没有在这 去其他地方吧 去其他地方吧 多亏有马德连饼干 我们才逃过一起 真是难以窒息 他们竟然没有怀疑马德连饼干 哈哈哈哈 这次也靠我这张脸 成功排除万难了 啊 现在不是得意义的时候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浓缩咖啡饼干 会出现在 悬掌偷气海报上面 其实 浓缩咖啡饼干 偷了灵魂果酱 话可不能这么说 是因为卡士达饼干 想独占灵魂果酱 所以我才偷偷把灵魂果酱 带出来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 让香草王国的英雄们 知道这件事 原来啊 有什么方法 能快点联络到他们 啊 我想到了 马德连饼干 你们家族 不是有四人飞行船吗 是啊 我们马德连家族 有一台自用的飞行船 虽然没有比国家 所使用的飞行船来得大 但三位英雄饼干搭的话 绰绰有余 太好了 可以麻烦你派飞行船 去香草王国吗 嗯 这个嘛 这件事要是传开的话 说不定会被视为叛徒 我优雅耀眼的名声 还可能因此留下污点 马德连饼干 你身为这个国家的盛骑士 比任何饼干都还要出名 甚至还得过不王之勋章 为了这个国家的正义 有些事 也只能由你来做 我的天 这个时候 他讲到我这么震惊的话 嗯 我知道了 我试试看吧 阿姨 妈妈 你们在吗 你来的正好 我心爱的小宝贝 我们正准备出发去盛莓果王国玩呢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要去打吃特吃各种水果跟热带莓果做的甜点 还要去综合果汁再温暖好好享受一下 飞行船都已经准备好了 行李放上去就能出发了 我 有话要说 飞行船 得先拍到香草王国才行 你是说 我们的飞行船吗 为什么呢 我的天 各位就是斯阿姨的声音 斯阿姨的声音就是 我觉得斯阿姨的声音就是 那个 跟那个 被蓝雪的 配音源是一样的 嗯 感觉一样是尼亚凯凯 因为 他这个就是烘焙王的味道啊 共和国里开始起了内候 有的饼干真心恐后想抢走灵魂果酱 有的饼干则是想守住灵魂果酱 只不过那些灵魂果酱并不属于我们 他们的主人是那三个建国英雄饼干 所以我打算让他们搭我们家族的飞行船过来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件事非同小可 这个嘛 我从来不曾质疑过共和国 在我眼里 共和国无时无刻总是充满朝气 饼干们也过得幸福快乐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共和国的一切就是真理 但是 直到我身边出现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 才发现大家的价值观各不相同 我这才明白 共和国发生的事情并不全都是对的 从外界的角度来看 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 很大了耶 但共和国依旧是我唯一的家乡 我无法忍受大家为了灵魂果酱而四分五裂的模样 马德莲饼干 你真是个懂得明辨是非的孩子 只要你认为是对的 就放手去做吧 对自己的行为问心无愧 这才是做一名圣骑士该有的姿态 嗯 那也没办法了 遇到这种事 只好放弃这次的飞行船之旅 就是说啊 大船去也显悦 哎呀 快把飞行船的行李都拿下来吧 你赶紧把飞行船派过去吧 我心爱的家人 谢谢你们 现在小事还只是个面团 我的天 小事还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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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莉露饼干这个时间找我来大教堂 到底是有什么事 我们的执政官来了 自从灵魂果降的事之后 瞧你变成大人物似的 想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 也好 你别这么老防着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元老罢了 找你过来也不是因为什么要紧的事 听说你一回来就开始忙东忙西的 一想到有这么多的元老在 却没有一个元老帮忙分担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这国家大大小小的事 是不是都落在你一个执政官的身上了 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倒也是 你尽心尽力做好执政官的本分 而我呢 也不遗余力的管好国家的公款 不是吗 只是我作为一个对共和国局势辽络执掌的元老 当然会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有关白色面具饼干的事 你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吗 他们哪儿是一群心狠手辣的家伙 我也深受其害过 他们随随便便就想拿走我掌管的公款 竟然有这种事 他们会突然现身 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刚都抓不到他们 连向我们这种破腹名望的可利路家族也难逃一劫啊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连呢 我能告诉你所有情报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携手合作呢 抱歉 我无法答应你 啊 为什么 基于职务特性 有很多时候需要当机立断 所以我还是觉得自己做决定 会比较有效的 你想说的事都说完的话 那我就先告辞了 我还有很多事要办 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这这这 哈哈哈 执政官大人 您在忙吗 嗯 我正在忙珍珠糖的事 研究员饼干 短时间内成功制造出大量珍珠糖 牟利家族的士兵们 也答应会好好地使用珍珠糖 明天大概就能组成军队了 哦 这样啊 嗯 你好像还有话要说 其实 有封信是要给执政官大人的 是青奶油饼干商来的信 哦 先放在哪儿 我之后再看吧 执政官大人 我这么说可能会让您感到有点突兀 但我还是想跟您说 您还是行行好吧 别再回避他真心恨护您的那份心意了 再说你们还是奶油浓于水的关系 抱歉 我今天话太多 那我先出去了 奶油浓于水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at? 啊嘎嘎嘎嘎然後咧 然後我們第二天就結束了